大家好,这里是穷舍给予,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提起东南亚国家,不少人的第一影响是贫穷落后,开发指数低,轻壮劳力外流等等 然而,在全东南亚十几个国家中,有一个国家一字堵秀 它有着最稠密的人口,最小的国土与最少的天然资源,却是全球前十最富裕的国家 没错,那就是今天这支影片的主角,新加坡 新加坡经济非常发达,人均GDP常年排在世界前五 该国生活品质家,软硬体教育系统数值一流 还拥有全球最佳机场之一的张仪机场 而该国政府的青年程度与接荣整洁度同样受到国际盛战 生活平均开销又没有欧美多个著名大城市来得高 一直以来都是无数外籍富裕人士喜欢巧居之所 然而,这样一个有如必是天堂般的城市国家 又不像问来一样拥有得天堂后的石油资源 究竟是如何从众多东南亚国家中脱颖而出呢 事实上,新加坡曾经被马来西亚弃如必席般逐出联邦 不得不宣布独立 本期要为朋友们介绍的,正是在这样绝望的氛围下发生的新加坡奇迹 新加坡历史有久,最早的亡国时期可追溯至11、12世纪 数百年后,新加坡受到大英帝国殖民 确立其作为东南亚最重要转口港的身份 负责同位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与中国及东南亚诸国之间的贸易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日本帝国在太平洋地区频频收获战功 新加坡与现今的马来西亚都落入其统治之下 不过,短短数年后战局批变,新加坡战后短暂重归英国统治 接着便获得在大英帝国协助之下的自治机会 并开始实施投票选举 当时,在新加坡内部,共产党势力已经逐渐蔓延 有相当程度的民意倾向与同样开始自治的马来亚联合邦合逐政府 在时任自治邦总理李光耀的大力推动下 新加坡在1962年9月举行全民投票 最终决定并入马来西亚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选票上的三个选项均为支持合并 最终,在没有反对选项的情况下 以71%的支持率通过有条件并入并成立马来西亚联邦 时间来到1963年9月 在万众瞩目下,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共同建立了马来西亚联邦 也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 所有新加坡公民就地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然而,想象是风雨的,现实却非常骨感 合并后,新加坡很快就跟联邦政府发生矛盾 双方针对治国方针与合并前的协议内容如何执行各自一词 同年底,李光耀代表新加坡公开批评联邦政府 更是将整个冲突放上台面 随时间过去,矛盾不减反征 甚至拓展至民生与政治等层面 同时,加上外部势力聚中分化 双方人民不满与失望等负面情绪节节高升 1965年8月9日,决定两国命运的时刻到了 马来西亚国会以126票赞成及0票反对 一直决定将新加坡逐出联邦 此前大力推动两国合并的李光耀听闻消息后泪杀现场 甚至哽咽到一度说不出话 于是同时,新加坡不得不宣布独立 新加坡共和国正式成立 而李光耀也被迫成为首任总理 即新加坡最高领导人 刚被逐出家门的新加坡内外交困 对外由于缺乏国际承认 多方势力虎视眈眈 对内则面临土地 住宅与天然气资源短缺等问题 失业率高达12% 民间还有共产势力蠢蠢欲动 动乱随时可能发生 政权倾覆都是分分钟的事 当时国际普遍不看好 新加坡独立后的发展潜力 就连新加坡国内的悲观情绪 也不断高涨 但危机就是转机 李光耀世间含有的领导能力 与综合国际的手腕 便在此时发光发热 李光耀心知肚明 在强敌环视自家资源稀缺的情况下 新加坡完全没能力赤利生存 于是在共产主义 赤利于赤化世界的同时 李光耀对外在国际上纵横百合 周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 却未轻易输敌 最终获得美国保护 但也不彻底的得罪苏联代表的共产主义 至于对内李光耀这一强势执政文明于世 就连现今人们耳熟能详的研发垃圾落地 以及严禁涂鸦等法规 最初的利益都是为了避免民间传播反政府言论 标语及文宣 而一系列高压政策 免不了落得此后长年受西方诟病的下场 但在许多主流观点中 这些安稳证据的措施 以当时新加坡的处境而言 施奈必要之二 在带领新加坡走出困境后多年 李光耀曾公开表明 他执政的首要之务 就是要新加坡人民的福利与生存 其次才是民主制度 内外局势稳固后 李光耀带领的新加坡政府 左手推动经济 该国国土面积极小 唯一的天然资源便是地理位置 拥有全球最重要海上贸易路线之一的枢纽地位 而当局自然不会放过此一优势 在与马来西亚决裂后 台面上剩下的选择便只有一个 那就是权力发展转口贸易 开脱欧美日本等海外市场 将地理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 而新加坡政府当时的做法 若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说法便是 从娃娃抓起 李光耀深知 整个国家转型发展并非一处可及 除了要在硬体与政策下大功夫外 最重要的就是国民的本质 要能配合得上改变本身 于是新加坡政府从下道上 重新打造了如今看来极其成功的教育体制 以迎合该国发展成国际港口国家的需求 在这套系统下 新加坡不管男女老幼 全体国民都被训练的能流利的使用英文 要知道 新加坡属于华语圈地区 华人组成占该国总人口77%以上 虽然过去曾作为英国殖民地 但新加坡老百姓对汉字的熟悉程度却不比英文低 而李光耀却认为 尽管汉字在新加坡的覆盖率很高 但该国唯一的通用行政语言必须是英文 因为在他眼中 汉字不仅存在先天缺险 还可能导致国内多元民族归属感下降 同时也不利接轨国籍 由于该国成为英国殖民地 全民普及经济英语的做法很快就收到效果 没过多久 新加坡就彻底消弭与欧美先进国家之间的语言隔阂 如此一来 新加坡与外商生意往来加倍顺利 当地劳动人口也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对于吸引外资起到正循环的功效 除了针对英语加强训练外 新加坡政府也非常善于观察世界局势 并借由教育培养国民与时俱进的 吸得更多重点技能 及时配合国际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 另外 当年被组出马来西亚联邦 新加坡突然成为国际孤儿 在全国人民普遍对未来感到悲观之际 经发生了另外一个奇迹 让该国从上到下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国民身份认同 国民团结高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为后续国事翻身起了重要的功效 前面提过 新加坡属于多元文化种族所组成的国家 除了占大多数的华人外 另外还有马来人 印度人及其他少数种族 这样的国家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国际巨变时 内部很容易盛行分化主义 而在突然陷入困境之时 新加坡政府做了一个相当大胆 却也非常睿智的决定 他们并没有全力安抚国民 反而在内部营造新加坡小国寡民 国际上势单力薄的氛围 这个做法在当时可谓是拼上政权的豪赌 由于新加坡独立之初 内部上有共产势力残存 而鼓动对立 分化群众 正是共产的拿手好喜 不过最终新加坡政府在多头并行之下 不仅牢固政权 更成功地激发国民的优患意识 看到这里 有没有觉得事成相似 没错 在中东重阿拉伯阵营中 独树医治的人口小国以色列 也是由于忧患意识升值全民内心 因此创造出极其强悍的团结民族性 最终取得晋升区域强国的良好体制 简而言之 新加坡之所以能够走出困境 背后的秘诀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 那就是一变应变 在局势聚变的瞬间 全国上下都认清现实 并在国际策略、教育方针、政策执行 以及国内氛围上立即做出改变 正是所有人都付出了努力 最终才能收获名为奇迹的果实 李光耀曾在多年后一次受访时 说出下面一段话 本影片便以此作为结尾 为新加坡的浴火重生落下注解 世界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我们毫无选择的余地 必须随时改变 好了 这一季的穷奢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